台北地方法院一审一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党务机关在台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处 周洪旭一年二月徒刑,并无违误,检察官与周洪旭上诉无理由,驳回上诉 中央社档案照片中央社记者王阳与台北七日电中国籍男子周洪旭涉嫌吸收一名外交 人事未遂,一审被一国家安全法判刑一年二月,高院上月驳回上诉,维持一年二月罪行 高检署不服判决结果,近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台湾高等法院指出,周洪旭涉嫌接受大陆地区党务机构理性秘书委托,于民国105年间 多次游说一名有机会接触外交公务文件的A男为大陆工作,并试图安排大陆官员与A男会面,因为或A男同意而未遂 高院表示,台北地方法院一审一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党务机关在台发展组织未遂罪 判处周洪旭一年二月徒刑,并无违误,检察官与周洪旭上诉无理由,驳回上诉 此外,台北地检署今年初,另将周洪旭涉嫌利用新党青年军网顶中等人成立的新活秘密小组,辽原新闻网在台发展 组织案情,已与吸收外交人士未遂案为裁判上一罪关系为由,已请高院,判审理,高院认为无裁判上一罪关系退回,办 这部分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也提起上诉,编辑,陈清芳1070507